我必須首先針對在這次台北市議員選舉裡面 那麼支持我的25772位的選民 我必須先跟大家致歉 抱歉 謝謝大家 在這次的補選裡面 我們有不能輸的壓力 所以我知道我的責任沒有辦法迴避 我的承擔也必須要擔負 那麼所以我想今天我的登記 以及我接受徵召 實在是我必須要不計個人的毀慾 為大局而戰 王鴻威不是林志堅 國民黨不是民進黨 我們是開大門走大路 對就是對 錯就是錯 所以我還是要向我的選民們來道歉 真的非常的對不起 但是我也要拜託大家 因為王鴻威不能迴避我的承擔 所以拜託大家原諒王鴻威 支持王鴻威 幫助我們 讓我們在這次補選裡面 能夠得到勝利 真的謝謝大家 謝謝 我必須講就是 當我在不參選聲明的時候 我記得當時我也跟媒體朋友報告 我早就預料到 如果我出來參選 這樣的責難 什麼落跑 一定會放到我的身上 我也知道 民進黨還有一些側翼網軍1450 絕對不會放過我 那麼 但是我現在決定承擔 所以我會非常的勇敢 相信我 我會非常的勇敢 尤其今天 大家也看到 這是國民黨的 會團結起來 一起來支持我 所以 放心 我會勇敢的面對 槍林彈雨 萬劍穿心 我都在所不辭